Odia Jungle Odia Jungle 原标题,叙利亚恐怖分子最大后台现身这次,再怎么辩护,都没,用了据俄罗斯消息,报3月16日报道,经过了艰苦的攻坚战之后, 叙利亚和俄罗斯联军终于击溃了东谷塔叛军的最后力量,可以说即将迎来近期最大的一场胜利,连日来,大批叙利亚平民从叙利亚军队开辟的绿色通道逃往成了求生,据不完全统计,截止目前已经有两莫多人离开了东谷塔,与此同时,残存的恐怖分子武装还在进行最后的挣扎, 他们知道自己手上沾满了血战,无法像普通叛军那样投降,因此只能咬牙对抗到底,据报道,东谷塔的叛军武装开,使兵凡,向美军求救,要求发动军事,打击击溃去俄联军, 在这种情况下,俄罗斯方面表示,事情发展到现在已经非常明白了,叙利亚恐怖分子的总后台就是美国,俄国防部表示,为了挽救东谷塔的区的恐怖分子,美军近期多次扬言,要发动军事行动, 然而,由于俄叙联军的进攻非常迅速,没有给西方国家发动军事,干涉行动的时间,同时,由于提前揭穿了恐怖分子企图,用化学武器栽赃叙利亚军队的一谋,美军也失去了最具说服力的开战借口, 这无疑让其非常不爽,据悉,在解决了东谷塔的叛军之后,叙利亚和俄罗斯联军将,把主力部队调,往和伊拉克接壤的东部边境,那里也是美军控制下的武装组织最后的地盘,并且驻扎有大批美军,届时是否会爆发大规模的冲突,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